台北捷运新一线今天上午6点正式通车 有捷运迷彻夜未眠搭了末班车再来搭手班车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大安森林公园站的水武因为水压不足 起点后就看不到了 让乘客很失望 至于人气最旺的是巷山站 有不少民众来爬山 但爬山前要先经过波浪式电梯的考验 上午6点新一线正式通车 捷运迷抢搭手班车 好兴奋 我们就从昨天晚上去追最后的列车 然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再来追手班车这样子 这样不会很想睡觉吗 会很想睡觉 但是我们都努力的撑下去了 很多我都做第一次吧 验证台湾的交通室 盖个章纪念通车 但只有一个章 想盖到得慢慢排队 不方便 排太久了 对啊 为了排一个章我们要等太久了 所以很希望说多几个章 多几个章 一大早向山站的人气最旺 有许多人来爬山 统计9点前信义线涌入13000人次 全线来看比平常周日多2万人 只不过爬山前得先通过13公尺高的波浪式电梯 中间这段平的会让人有点站不稳 有点可怕 第一次第一次到这种电梯 就是有点不大适应 那这一段路你如果不经常在走的人 会忘记说会想踏出来 那你就说该踏了 怎么主板肩不踏 除了电梯乘客觉得车厢更晃 从向山站到101世贸站这段 似乎晃得特别厉害 车子不稳定 车子还要改善 那我们也是感觉坐的时候有一点不平稳 接近中午大安森林公园站涌现人潮 特殊的站体设计跟15分钟一次的水舞 最让乘客期待 只不过7点后这水舞只剩下水雾 连厕所都一度停水 会有一点失望啊 对啊想说特别来看 因为我们不是住台北 我们是从亚美上来 可能还没有测试好吧 是因为那个进水量比较少 当然虽然不影响车站的用水 但是等水量进水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即将就会开放 工作人员赶紧抢修 花了快400亿盖的信义县 通车第一天 最华丽的大安森林公园站就没水 实在有些可惜 新唐雅的电视综合报导